15号 大美子 那假如说咱俩约会吃饭 那你咋表现呢 要是不确定关系的情况下 我买不了这个单 你还是让我自己付钱吧 最大额度就是AH 你这也太可恶了吧 这不得以前到头菜里没有一滴油吧 平时还捧个窝窝头 那不可能 我大家都说我可恶 但是我也是有原因的 我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 我的父母为了给我治病 拉了点机会 把自己家的房子都卖了 那个时候 感觉过得特别苦 我17岁就是外出打工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 要努力赚钱 让我的父母 我为了他的老婆 能够过上好日子 我为什么能做这么多工作呢 就是我每换一份工作 都是比原来的工作工资能够高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 说人有的时候能把这个钱赚出水来 我感觉双江在你身上我就能看出这个劲儿 钱确实来之不易挣的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有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谁不想过好日子 谁不想一年多买衣服 谁不想出去吃吃喝喝 谁都想 但是他能够亏了自己 然后让以后让爸爸妈妈 让媳妇过上好日子 大家就想这是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感的男孩子 好 来看一下小伙子第二个短片 谢谢大家 我想找一个温顺一点的 脾气不要太暴躁的 因为我的家乡就是慈禧太后的故乡 人人都说男女平等 为什么咱东北只是女双管 男方要彩礼 男方都是女方给男方做彩礼 但是您尽可放心 我会一定尽我所能 来满足你们的要求 9号 魏晶琪 看短片你想找一个温顺点的 你觉得我们16个女嘉宾 谁比较温顺点的 8号 我想问一下你咋看出来的 听8号说话之后 你觉得他还温顺吗 不知道 看多远 8号不说话在那就是一个小迷洋 但是不能说话 那9号呢 9号问顺吗 应该小可爱的样子 感觉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这小伙子就这么时尚 9号问你的这个问题 他还在亮着灯 你干嘛不直接说9号呢 东北人嘛 就是实在 9号你感觉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温顺女哥呢 我不是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说这几句话还挺温顺的 那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 我就是外表比较柔的 但是我内心非常的澎湃 你澎湃有东哥澎湃吗 那都没有 我很温顺 谢谢 你看10号温顺吗 你感觉 你也对他不了解 听说话挺温顺的 是不是 赞你 东哥你说这话鬼都不信 就是小伙子 你看南方 我们刚才看的那短片说 南方都女方给南方过彩礼 你看要把我这样取价 我得给过多少彩礼 按我们那边给呗 20万我们那边 我给你20万呢 对了 这20万给你吧 你咋花呀 咱俩要是几万婚以后 这个钱还归你所管 那你还要的干啥呀 慢点要我 那也行 那你跟我回我家那边吧 那不属于倒叉门的 倒叉门我不干 那你都要 你这女方那个彩礼了 你说你不是倒叉门 你这是啥呀 对呀 你说我好有一个黄大夫 要女方彩礼都属于倒叉门 南方那边全是 不是什么叫娶媳妇 你娶媳妇 你这女的 你这女的现在都拿钱 拿钱给你的吧 你还要 你还想跟你不是倒叉门 那你是啥呀 你说不是 到我家了不算倒叉门 我要是上三家 算是倒叉门 快快抓紧时间 就剩一盏灯了 我得抓紧时间问 你能不能给女方彩礼 能 你快你看看 门就说准啊 四平那一带现在流行 什么四金四电20万 对 你真能给女方彩礼 是比较羡慕的一种心理吧 而且我刚才听小伙的意思 你是这么多年打工 一分钱一分钱攒 其实你已经把彩礼钱攒好了 是不是 对 你看四金四电加20万 你都已经攒完了 对 你看看 有哪个小伙的娶媳妇 说自己的彩礼 我自己已经挣够了 我可以给我媳妇彩礼钱了 拿的都是爹妈的钱 可是她拿的是自己的 好样的 小伙的 十六盏灯虽然都灭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环节 爱咋咋地 我选择放弃 为什么呢 既然台上没有能看上我的 我再去争取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感觉 其实我觉得姑娘们 不仅仅纠结的是彩礼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在意的是你理财的方式 你想结婚了之后 两个人一起创业 一起来为这个小家去努力 你不能再苦了孩子 苦了媳妇啊 不苦他们 就先从不苦自己开始 对不对 对 好的 好 谢谢燕子姐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子姐 加油 小伙子 今天王哥跟燕子姐告诉我 回家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一定会记住他俩所说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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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